我们今天所说的是我们关于改革这则书当中的第二场改革 当然这场改革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同学来说好学一些 因为这场改革我们的历史的背景相对来说比较明晰 上扬变法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又很难学 注意开始在进入选修阶段之后就要做好这样的准备了 就是我们最后反复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最后的知识的结构是要求是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运 专题没得说 考你专题 你有什么可说 教材是这么编 对不对 通史逻辑顺序你也没得说 为什么呢 第一这是历史的基本的逻辑的顺序 第二以北京市的高考来说 北京的高考的最后的考试说明是按照实续通史的方式而排列下来的 无论是他所考的重点的知识的逻辑结构 还是他所整个出试卷的这样的一种题的分布的方式都是按照通史的这种方式而进行排列 所以我们在学习选修的时候就开始应该有意识的去为自己高三的这种通史结构去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的工作 所以我早就跟他们同学说高二这个阶段要看书 要看一些看上去完全跟历史课本教材没什么关系的一些历史书 你完全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去看 当然能看通史最好 这些东西看完了你不见得要记 但是这对于你最后高三去完成一个通史性的知识结构将会很有帮助 很多同学到了高三历史这个学科的瓶颈就是在于常识太少 而常识这个东西坦白来说根本不是高三这一年能够甚至高三这一年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补这些常识了 所以高二这个阶段要看一些书 第二个从知识性的准备来说就是有意识的把选修当中的一些东西往必修当中主干去移 所以我们这节课虽然是要讲商鞅变法 但是不能从商鞅变法开始讲起 我们要从整个这一个历史时间段的剧烈的特征来开始讲起 这就是重点完全符合我们所说的必修当中选修当中重点的标准 就是选修知识能融入到必修的知识主干之中 在我们的必修之中回忆他下商西州说的相对来说比较细 中国早期三大政治制度 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分封制 必修当中说的比较细吧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到了秦汉说的也比较细 秦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汉加强是这一系列加强的第一个非常突出的这种加强者 秦汉在我们历史课本当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提到的都不少 春秋战国在我们的必修知识结构当中提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而且更加要命的是提过一些 例如这种铁梨牛羹 例如仙秦珠子 但是他没有形成整体结构 如何来理解替大家补足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三代夏商西州可以将其理解为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最开始的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起始点 在此之前 中华文明他并没有产生自己的基本的这样的一种文明的形态 历经夏商西州这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今天其实在考古学上来说 这都还说不到说不了特别清楚 非常漫长的这样的一段时间 他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一个社会的结构 到了春秋战国这个时代 顺带再说一个小的常识 春秋战国这个时代跟基本上 当然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史非常微小的史学的差别 但是在我们现行教材当中 我个人认为可以先不管这么多了 基本可以在我们的现行教材当中将春秋战国与东周去等同 就是周的时间很长 前半截是西周 西周的特征是分封制宗法制的运作还比较良好 中央还有比较强大的能力和实力去控制地方 而在东周时代则完全控制不住了 所以在东周时代可以说这个周王室天子已经是名存而实亡 所以我们在对于这段历史的称谓 更多的是使用的是春秋战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名词 因为这个历史名词能够非常典型的概括出这一个时间的一个特征 一看春秋战国就知道这个时候在干嘛 对不对 基本上可以与他等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剧烈的社会变迁 又要回到我们上一节课所说的 要既要去明晰政治经济文化 这是专题 又要打破专题之间的番离 去清晰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们上一个节课讲 缩伦希腊的文化的背景是这么讲的 再复习一下他的逻辑是 因为他相对来说尤其非常缺乏耕地和大量的破碎的群岛的这样的一种地理环境 决定了他的经济的基础是工商业 因为经济的基础是工商业 所以造成他在文化上来说倾向于多中心 倾向于到处乱跑 在政治上来说则必然最后形成了相对来说比较尊重个体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的制度 同理在中国也是如此 他的这样的一种变迁的逻辑是 在长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农耕的这样的一种社会之中 中国人诞生了自己的这样的关于农耕社会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这种需求 这种需求甚至可以说在两三千年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段当中 中国的社会结构直到近代 也就是1840年之前在最大的范围和最深的层次来说 没有发生过本质的变化 但是在夏商西周三代的时候 我们的土地尽管也是农耕 但是使用的是什么呢 跟必修二的知识有所重叠 使用的是一种公有制的景田制 必修二学过吧 景田不是关键 景田它只是一个方式 也就是如同汉字的景字一样 但是这种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景田制是一种公有制 一般的来说我们今天的历史学界认为就是景田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口就是公田 边上的就是私田 然后公田所有的收获全部都是这个统治阶层的 民众要无条件的在公田当中去劳动 里边的劳动产品没有任何是他自己的 然后给予他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耕作公田 然后边上的一些丝铁你可以自己去种 那个收获是你的 这叫做景田制 而这种景田制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它已经完全无法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剧烈的变迁 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而开始的 这是我们中国历史课本当中 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观念的一个核心的名词 在我们整个高三 我们将会涉及到这一句话 老师将会说无数次叫做什么 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也就是如果让你在一个复杂的历史变迁当中 去选一个根本原因的话 几乎百分之百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逻辑当中 都喜欢从经济的角度来开始解释 用诗经的话来说 高岸为古 深古为零 变化非常剧烈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变化 第一逻辑层次 经济 为什么经济出现这样剧烈的变化 整个这个时期生产力有了一个标志性的进步 叫做铁力纽 之前的景田制 用我们刚才的话来说 他我在里边去种的地是公有 边上的是一圈 是私有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种制度能够行能够进行下去 他所建立的生产力的基础 只有一种 就是生产力非常落后 落后到什么程度 落后到他自己虽然有自己的这样的一块田 但是在这一块田当中 他所能够获得的这样的一种收入是极少的 为什么 因为生产力落后 落后到什么程度 自己个人干不了 换一句话说 这种景田制存在的前提就是公有制的生产力 大家一起干活 比私田要高 才是这种景田制在经济上所生存下的基础 这个道理很很多 对不对 生产力太落后 我自己干 干的少 然后这干的多 远远大于这 所以景田制在这种背景之下能够进行下去 而到了春秋战国的时代 因为铁梨牛耕为代表的生产力 农业生产工具取得了标志性的这样的一种进步 所以现在的场景就变成什么了 正好完全反过来了 就是在私田当中 我自己种自己这一块地 生产力进步了 有牛去替我耕地 有铁制的农具 能够把我以前看上去非常繁琐的一些农业的生产劳动 现在变得要简单的多 工具进步了 对不对 虽然我们同学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你拿个木棍去做农作物 跟你拿一个铁爬铁铲去做农作物 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对不对 所以最后出现的场景就非常的有趣了 这儿是工 劳动生产率大于私 而现在新出现的场景 同学们意识到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哪边是大的 现在是私大于工 到这份上景田市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最后的整个春秋 春秋战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的特征 如果我们前面说 这个下商西州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起点的话 春秋战国我们一般的历史学上来说 用三个来评价叫做什么 叫做大分裂 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期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 因为它从根本的生产力的角度进行了变迁 出土文物 战国时期的铁农具 我们今天已经大致一看就知道是干嘛的了 已经距离我们今天并不算是非常的遥远 这些铁制的农具上面加上一些木质的一些结构 就是它的复原图 这是一个文物叫做青铜牛尊 其实是一个酒器 而这个以牛为形状的这样的一种酒器的牛的鼻子上套了一个圆环 这也就是这个圆环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前面牵一个绳子就可以去操纵这个牛的这种前进的方向 所以这个文物非常典型的可以用来说明 就是已经在使用牛 而且已经在使用牛去进行让它控制它去进行这样的一种农业生产 井田制难以为耻 为什么用这个简单的示意图来说 就是斯大与公 很多地方出现了 这叫做公田不治 很多地方出现了 用诗听当中的有一句话来翻译成现代白话来说 就是出现了这种 令很多人是看上去非常非常的郁闷的场景 就是公田之中野草丛生 丝田之中郁郁丛丛 我为什么要去努力去干公田呢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我干公田当中 所有的收获没有是我的 对不对 所以我干公田 很简单 用我们今天的白话来说 就是我直接应付事 对付一下 完事 来思田好好干 百分之百的 理论上来说 百分之百的这种收获 收获的 经济的层次 井田制已经维持了相当长时间 当然也得顺带说一句 关于井田制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今天从纯粹的历史学界的角度来说 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我们现在所采信的观点 是我们历史课本当中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近年以来的高考又时不时的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历史学的思维 甚至这些东西甚至跟课本当中说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 这类题怎么办 要去根据他所设定的材料的历史背景去加以变弃 当然我们现在说这个还太远了 只是简单说一句 这些相关的练习 咱们到了高三再说 按我们课本的逻辑 铁离牛羹之下 井田制已经不适应发展 所以井田制 它出现的问题将会导致一系列密集的连锁反应 井田制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 那就意味着在经济基础的崩塌之下 就有的井田制经济基础所支撑的宗法制和分封制的上层建筑也出现了问题 由经济基础延伸到了社会的政治 分封制和宗法制也过时了 分封制为什么 因为以前封封的土地 它就是以井田制为核心主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运作的 所以井田制不行 分封制不行 分封制跟宗法制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在必修议当中说过 分封制与宗法制叫做互为表里 那现在一个出了问题 另外一个也出了问题 就是这个时代 为什么我们这个标题用的就是剧烈变迁 打一个比喻来说 就是以铁离牛羹经济领域的变迁为起列 出现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推倒连锁牌 井田制 分封制 宗法制 中央集权率位 以前中央的权力比较大 因为公田是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 生产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公田的是属于公家的 然后一层一层要往上浇 公侯 国子男一层一层的你要往上去进行去交 所以以前中央能够控制比较大的财力 而现在公田杂草丛生 那就意味着你中央的财力和实力 也会出现严重的这样的一种问题 这是在论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记载 这个东西其实用我们今天话说的非常简单 翻译成现代白话来说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八八六十四个武女 就是八一排 一起去跳舞 是可忍 孰不可忍赢 这句话的翻译成现代白话的意思 不是说这可以忍 而是说这如果都能忍的话 就没有不能忍的了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孔夫子说 这道极致了 底线不能再忍了 为什么看着六十四个武女跳舞不能再忍了呢 绝对不是被六十四个妹妹给谎言语了 甚至根本就不是跳舞的问题 因为按照严格的西这个西周的这样的一个周理 他一系列的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孙丰制宗法制 他是有一系列的这种等级的 而这种等级观念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特权就不用说了 还甚至在生活上面呢 例如你用几个武女 例如你出门有多少从人 甚至你在家吃饭有几盘菜 这都不是说根据你的富裕的程度去进行并迁的 假设你很有钱 但你社会地位不够的话 你是不能够用高出你的等级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 超出了是什么 用中国古代的这个词来说 这叫做什么 叫做戒约 所以建立在这个背景之下 你才知道孔夫子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按照周理 这种八列舞女的礼约 是只有天子才能够享用的 天子之下是诸侯 诸侯之下是清大夫 而现在为什么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为孔夫子所看到的这八列舞女 是在鲁国的大夫的济世家而看到的 欢迎句话说 就是第三等级在使用第一等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孔夫子说这事不能再忍了 知道他不能忍的是什么了吧 不是舞女的问题 而是这种他代表着整个的在孔子看来 整个的以前按照周理而严格划分的这样的一种宗法制的等级社会 已经在内部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崩裂 甚至可以形容为是崩塌掉了 所以不能忍 还可以再举一例 如果刚才说那一例相对来说 它是只是孔夫子的个人的见解的话 在史记当中所记载的这个故事相对来说 就是更加有这种宏大的这种历史的韵味 说白了就是这个地方的权力实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大 相对来说就意味着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小 以至于这段话其实到我们今天直接到成今天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呢 叫做问顶天下 顶是什么 顶是一种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 顶这个东西它代表着什么呢 顶这个东西它远远的突破了自己的实用的价值 它在这个时代是有着非常浓厚的政治韵味 简单来说就是你住越大的顶代表着你的实力越强 代表着你的等级越高 问顶之轻重 而这个时候这个故事当中所记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楚王问顶 楚王去问你们的顶是怎么怎么怎么有多大 地方上的实力派已经有资格去问 有实力有信心去问你中央这个顶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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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多大多轻重 我可以比你住比你更大的顶 这种中央的这种衰微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剧烈的历史的趋势 呃第三个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非常非常典型的 就是呃周王室的实力整体上来说是越来越往下 但是还有个别的周王室相对来说 例如他的野心比较大能力比较强 这这样的一些天子想要挽回这个颓势 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呃在前757年之前701年有一个郑国的国君叫做郑庄公 他只是一个公但是对周王傲慢无礼最后的结局是周王亲率军队讨伐郑国结果被打的溃不成军 甚至周王本人自己的肩膀也住了一届 当然呃再反过来说也还不至于到我们同学所想象的 那干净干脆索性给他毙了赶勺换代 这也确实做不到 最后郑庄公很聪明命令自己的手下不要去追 因为追上了真正给俘虏了或者是甚至被杀了 这事更不好交代 所以天子整体的趋势是在往下走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中央权力衰微 中央已经丧失了对于地方的控制 所以地方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极为密集而频繁的战争 呃在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相对来说还比较小 说白了就是基本停留在什么层次呢 我帮你打服了 OK 到了战国时期往前更加走一步了 也就是春秋时期顶多还是争霸 而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兼并战争 打服了没完 我要把你给打没了 你要么被我彻底打没 要不对我屈膝投降 从此没有再有你这个国家了 哎 兼并战争 战国时期 各大国连年战争 这用这个古书的话叫做争地已战杀人营业 争城已战杀人营城 当然这个我们今天纯军事学的这种角度来说 我们在我们的课本体系当中提到的不太多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常识知识补充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句 在春秋时代一般的来说很大的标志性的战役 几万人打起来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双方A这边战一边 B这边战一边 然后一冲锋 冲完了完了 所以春秋战国的时代 春秋时代的战争 绝大部分战争 顶到天两三天也就打完了 而在战国的时代 战争有多大 哎 例如最后战国时代实际上是最后平静天下最关键的一场 叫做秦赵长庭之战 史书记载 当然最后的结局是秦胜 赵败的非常惨 降族就是多少人呢 降族被坑杀的就是30万人 按一个初步的推断 就是这一战秦赵双方 加起来的总兵力可能已经是多达数十万 乃至于近百万人之多 而战争的时间也是越打越长 经常一下子打几个月 甚至陆陆续续延绵发展到数年的这种战争 在战国时期也已经是相对来说较为频繁的这样的一种出现 这些文物也是战国时期来表达这样的一种社会 战争频繁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的这种典型的文物 这是战国的著名的一个文物 叫做赏公雁月铜壶 铜壶上是以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水路攻占的这样的一种文史 这是战国战车的一个复原的模型 谢谢大家